针对美方单方面加征关税导致贸易摩擦升级 美国学者马丁西夫认为 在谈判过程中 出尔反尔已经成为了美方外交政策的一种常态 这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 西夫认为出尔反尔的行为正在损害美国的信誉 并且让很多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同美国的关系 西夫还表示美国不顾别国关切 只考虑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 无异于霸凌主义